视频当中啊赵氏司机的残忍 过往路人的冷漠击穿了我们的道德底线 然而就在今天有一个小伙子给我们都市快报打来热线 自称他就是出现在这段视频当中的第一个路人 他在西安 我现在呢是在西安南郊的东三窑村 那么在小月月被碾压的这段监控视频当中 第一个出现在画面当中的男子呢 是一个穿着浅色上衣 深色裤子 白鞋子的男子 那今天给我们打电话的一个小伙子呢 说他就是这名男子 现在呢就在这个东三窑村 可是呢当我们来到东三窑村的时候呢 这名男子呢却始终呢不肯和我们见面 不断的在变换见面的地点 显得非常的谨慎和小心 我担心因为咱现在这个 就涉及到我的人身安全了 我怕 怎么会涉及到我的人身安全了 用这个里面一带的平安怪 那我就吃陀螺了 害怕警察抓他 看来这个小伙子呢自己也很心虚 那么在东三窑村再和我们周旋了近四个小时 确认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呢 终于呢是和我们见了面 随后呢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找了一家招待所 对他进行了采访 那个视频当中 面包车把小孩压过以后 视频当中出现的第一个人是你吗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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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当时是我看到 就是我跟他那个车隔了一个十米远 隔了一个十米远 然后我都看到了以后 看到那个车 因为我看到时候 那个车在那停了一下 就是小孩已经被前轮子已经压过去了 压过去 他的车两个轮子车厢那个下边躺着了 躺停了一下 大概也最多就是能停个 有个三四秒 没有三秒 有两三秒 有两三秒 然后他就他又开走了 小伙子告诉我 他姓王是陕南商南县人 在广东打工已经有七年了 他就在出事的这个市场里 开三轮车给人干活 事发后他刚好就在现场 你当时看到这种状况以后 你为什么没有去拦车 或者是去救小孩 因为我那小孩 他当时已经砸的 因为他这个下面就是这个下身 那血还流的 这路都烂烂 翻出来都烂了 其实我是少了一眼 走更连我都已经看了一下 我都清都没清 我一秒都没清 我那走更连还反而加快了 不凡 因为全是太害怕了 小王说当时除了害怕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怕给自己惹事 如果我当时想抓那个车子 应该绝对把他抓住了 我跟他只有十米距离 他真的还清了 有两三秒 对不对 那么我一想这样 在这里才是一个外籍人 对不对 要是把人家得罪了的话 后果也不敢设想 我一想就算了 算了 反正也不是我的小孩 在这起事件被媒体报道之后 所有的人都在指责当时路过现场的18个路人 冷漠无情 小王感到压力很大 15号就从佛山回到了西安 我现在确实是很后悔 我感觉自己征兆 活这么大 真的是白活了 一见一见一见 那个同情心都没有 如果以后我遇到这一类的事情 假如是以后还有这类事情 如果被我遇到 我决定哪怕 不惜一切代价 我会去跟向这位老太太学习 其实这个男子不但没有出援手 那么在事发之后 他还做了一件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 到底是什么呢 稍后一起来关注快报的独家专访